各位同學,感冒還沒好,所以聲音怪怪的 你就將就一點 基本上我們今天要來教這個部分 你先看我想教什麼東西 假設你在寫數位文本 你想要對某個東西強調或者對內容進行補充 就是這樣子 你一點,你看它跑出什麼東西 跑出一個Gattery來,對不對 點一點,跑一跑 就是這樣子有沒有,這是最新流行的 這個叫做Livebox的幾個功能 你看一點就不見了,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小小的套裝軟體 然後我們來做類似這樣子的功能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的功能 然後呢,我們這個套裝軟體叫Fancybox 然後這個做法很簡單,我們就是iFrame iFrame就是把一個網頁叫出來 所以你剛才看的那個GatteryG 是另一個網頁我們把它叫出來 那基本上它運作的過程就是這樣子 好,那你也不用管 然後我們今天這個教法還有一個好處 我們是用Composer 一步一步用Composer去做 所以你就知道我們Composer真的很好用 你就跟著Composer做 有時候你也不太需要去想說語法怎麼寫 我盡量把很多東西都用Composer把它處理掉 就會是這樣子的東西 好,那我們首先來看 剛才那個Gattery是我用這個軟體做的 這個呢,我以後會教,它很簡單 就像這樣子一個新的Gattery 拉一拉弄一弄,爆一聲 你跟它Publish爆一聲 就會是這樣子 通常做Gattery軟體都會是這樣子 我們做完之後呢,它都會給我們一個什麼 給我們一個資料夾 通常做完的時候都會有一個資料夾 真的,都會有一個資料夾 然後這個資料夾呢,就會有一個什麼 index index 然後你看,我們按兩下 好,那我們按兩下 你看index,我們按兩下 有沒有,它就跑出來 那個index那一個,有沒有 你看 換句話說,我們其實是用什麼 用index這個功能 用index這個功能 就是把這一個網頁 index這個網頁 把這個網頁叫出來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怎麼做呢,很簡單 老樣子 我們一定要把整個資料夾拉拉到什麼 一定要把整個資料夾拉拉到我們什麼 新聞系的FTP,有沒有 我已經拉進去了 我已經拉進去了,就在這個地方 你還不會用新聞系的FTP 我的教學部落有 那我們都放進去了對不對 都放進去了嘛 就是這個 這個資料夾 呼嚕呼嚕 我們已經丟進來了 這個資料夾 我們已經丟進來了 然後呢 這個有沒有 複製網址到檢貼部 這個index把它複製起來 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呢 老樣子 各位 只要是我們什麼 只要是我們用 視訊新聞系的 通常我們要稍稍改寫一下 都沒辦法 寫程式就是這樣 他們印象 我教學blog都有 把這邊改成什麼 把這裡改成什麼 http newsweek shu.edu.tw 8080 這樣就對了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你把它改成這樣 這個就是這個 這一個 index的什麼 網址位置 基本上網址位置 我們先把這個改好 我們先把這個改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處理這個問題 抓到box等一下再講 抓到box是你一個網路空間 就這樣子四分鐘了 好快喔 好來 然後我們現在呢 把 把這個叫出來有沒有 把它叫出來 一樣老樣子123 再往前打幾顆 就不用管了 好 然後只要我們要做這一種 Linebox之類的功能呢 我們一定要用JavaScript 對不對 我們這個教學blog前面也有 所以第一個呢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要到我這個教學blog 然後把這一大段 把這一大段 有沒有 這一大段 把它複製起來 這一大段 有沒有 我都跟你講 步驟一嘛 你要把它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呢 先按原始碼 再hand 跟slashhand中間 把它什麼 把它貼上去 所以啦 平常跟你講呢 上文的課呢 還是要要的 因為語法還是要懂一點 不然你連hand都跟hand 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怎麼玩 這是 基本功能啊 同學 我這樣講 講到你有點煩 我自己呢 有點不好意思 但語法懂一點 不是壞事 好 然後進去呢 再到設計 我們假設這個地方 開始來寫了 好 各位同學 我們假設呢 我們就先打打幾個字 好不好 123456 所以我們打這幾個字 123456 就是這樣子 我們這幾個字呢 一點下去 剛才那一個 就會跑出來 對不對 剛才那個就會跑出來 然後怎麼樣弄呢 很簡單 很簡單 一樣 老樣子啊 各位 我們這時候就可以拿出來對了 來對這個語法 這個語法在這個地方 我有寫好了 對 就是這個語法 對 這一個語法 只是我們這邊改成什麼 123456就是了 怎麼做呢 各位來看 首先呢 先把它圈起來 對不對 把它反白 按連結 對 超好用的 按連結就好 連結到哪邊 第一個 連結到 連結到 我們要的什麼 我們要的這一個什麼 網址index 有沒有 這個網址的位置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複製 把它貼上 就對了 你就把它貼上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當然要連結到這裡來 連結到這裡來 那個基本上 這個語法就是這一個 HERV 就是這一個 基本上就是這一個 我們常說 Compolors幫我們 把語法寫好的 編輯工具 就會是這樣子 那就會是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再按進階編輯注意 按進階編輯 跑出來了 這裡按什麼 HTML屬性 因為這就是HTML 按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再看 我們還要寫什麼東西 喔原來還要一個什麼 Class 要加這個對不對 Class這個東西 對不對 好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找Class找出來 有沒有 有有Class 有些有 有些沒有 有的話最好 沒有的話要自己寫 Class是有的啊 然後把這個地方什麼 這個分號有沒有 這裡有兩個分號嘛 對不對 分號跟分號中間這個字 把它什麼 摳下來就對了 摳下來 複製有沒有 配上 就這樣對了 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確定 就好了 然後再event 這個比較麻煩 進來了有沒有 Class 然後我們再找到還需要什麼東西 一個title有沒有 再一個title啊 一個title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有沒有title 有 有title 那title裡面填什麼呢 填這個 帶女兒看里安的動物園P 一樣把它複製起來 你看 你在寫的時候 你自己要寫東西 你不是要複製喔 你自己要寫這個title 是指下面的文字說明嘛 OK 確定 就會是這樣子 好 然後再按進階編記 你看兩個都進去啦 然後其實再過來是什麼 這兩個 這兩個什麼 Data High 跟Data Wise 就是寬度跟高度 這個裡面沒有了 這個要自己寫 就把它背起來 Data Wise 跟Data High 就是這樣子 我們就自己寫了 好 因為這邊頂下去都沒有了嘛 所以我們只好自己寫了 所以什麼 Data Wise 我知道這個寬度是什麼 821 我裡面有講 我原本Gattery的設定是800x600 那最好加個21 為什麼 就是你如果不加的話 就會多出SCOBA 很醜 所以把它加寬一點點比較好看 那你要加多寬 你可以test 我的test是821 我的test是822 就是加21 OK 好 什麼 確定 然後再加另外一個 在進階編輯 再加什麼 Data Hei Data High 對不對 621 OK 確定 確定 我們看一下進階編輯 來 Data 1234 12345 這五個都有了嘛 看看一下 你看 12345 這五個都有了 他只是幫我們寫好而已 就這樣子 確定 好 確定就好啦 就是這樣 你看這個地方是可以的 我把它儲存 有沒有 隨便寫一個 什麼東西來儲存 對不對 儲存 儲存在 桌面好了 OK 儲存 好啦 桌面跑出來啦 點兩下 123456 點一下 跑出來了 有沒有 超簡單的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用composer也可以快速的把它做 當然 你看一下我下面語法說明你就會懂 通過composer 然後再運用 這個語法的編輯寫作過程 把它做得最順 好不好 就這樣子我們先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